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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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 人民解放战争 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 当机立断 准备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 决战的方向 首先定在东北战场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 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 而是中国西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 而这场决战 究竟先攻打哪座城市 却一时难以决断 东北野战军领导人 建议先打长春 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主张先打锦州 先打锦州还是长春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会如何决策呢 观众朋友们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党史专家是江英 江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江老师 打锦州还是打长春 那么当时党中央毛主席 是如何考虑决策的呢 锦州和长春呢 当时来讲 都是东北的重要城市 大家请看 这个沙盘 当时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1948年的东北啊 东北国民党军啊 是被分割压缩在 沈阳 长春 锦州 三个互不相连的区域 我军主力主要是在 东北的北部哈尔滨一线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去打锦州 将面临着 有一条漫长的不及线 而这条线的旁边 就是国民党的主力部队 随时就可能切断 沃军的不及线 所以呢 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呢 就认为 应该就近先打长春 一步一步往南推进 就比较稳当 而毛主席主张呢 千里奔袭 先执行锦州 如果拿下锦州 就可以切断东北敌军 向华北的退路 就地全歼 这就是毛主席党中央 从全局考虑 做出的决策 锦州之战 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 关乎到东北存亡 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1948年9月12日 东北野战军 发动了声势浩大的 辽沈战役 锦州之战 将是辽沈战役的 关键一战 蒋介石集调十一个师 十万余人增援锦州 东北野战军 以两个纵队八万余人 在通往锦州的交通要爱塔山 对国民党援军进行阻击 怎么上来 那么入伯 阵地 一窄都不能失手 上次呢 塔山足迹战 是辽沈战役中最惨烈的一战 熬战六天六夜 我军始终坚守阵地 打垮了敌人数十次冲锋 成功阻止了国民党援军 企图增援锦州的计划 为我军攻打锦州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塔山足迹战进行的同时 十月十四日 我军对锦州总攻正式开始 仅用三十一个小时 全间锦州城内守敌近九万人 升服国民党东北矫总副总司令范汉杰 江老师 解放军攻打锦州 为什么能够迅速地取得胜利呢 锦州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胜利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解放军得到人民群众的 热烈的拥火支持 毛泽东多次说到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 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 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买 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我们的记录体现了 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有了民心所向 民意所归 人民军队就能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无敌于天下 锦州战役的胜利 为辽审战役取得全胜 奠定了基础 攻克锦州之后 东北野战军接连解放 长春 沈阳等地 52天之内 共歼敌47.2万人 辽审战役的胜利 为解放平津与华北 创造了有利条件 使解放战争获得了 一个稳固的战略大后方 1969年 画家任孟章 张鸿赞 李树基 广廷博 以锦州战役为主题 创作《攻克锦州》 用艺术的方式 展现了这场大决战中的 关键之战 油画《攻克锦州》问世之后 在美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现在让我们一起 走进画作重温经典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 美术评论家是于阳 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于老师 这幅画作呢 让我们感受到了 这次战役的激烈的氛围 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幅画作有什么独特之处 这幅画作的 现实主义风格非常突出 画家以侧面的视角 横向展示了 人民解放军 以排山倒海之势 向锦州发起攻击的战斗场景 虽然画作中 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 但是各有特色 层次分明 我们可以看到 左侧是与敌人 直接交锋的战士 右侧是前仆后继 不断向前的队伍 远景中的人物 起到叙事背景铺陈的作用 把战场的激烈分杂的环境 营造了出来 再有 中景的一组战士 是画作的焦点 光线最为明亮 他们大步飞奔的双腿 俯冲向前的身姿 在冲锋号的感召下 每位战士都犹如离弦之剑 给观者强烈的带入感 画面中心的指挥员 站在队伍的最高处 颇具舞台效果 他挥手向前 体现了解放军战士 英勇无畏 一往无前的气质 在他身旁的红旗 是整幅画面的核心 虽然上面依稀可见 激战留下的弹孔 但是他依然传递出的是 坚定的信念 是胜利的决心 给人以极大的精神鼓舞 画面右侧 有富商冲锋的勇士 有拉响手榴弹 紧抱炸药包 助攻的战士 这些细节的设置 都丰富了人物的形象 此外 在冲锋向前的道路上 画家还运用了 不同灰度的棕色 以厚图堆积的手法 勾勒出一个 被炮弹炸开的炮坑 在炮坑的周边 被断壁残垣覆盖的 炮筒枪管 翻倒的钢盔 炸药箱等等细节 生动地描绘出 敌军狼狈逃窜的图景 当然也预示着 再精良的装备 也无法挽回 国民党反动派 惨败的结局 余老师 接下来就请您 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幅画作的作者好吗 这幅画呢 是由任孟章 广平博 等几位画家 合作完成的 他们曾经都是 来自于鲁迅美术学院 任孟章先生 曾任鲁迅美术学院 副院长 他的代表作品有 平行官大捷 朱老总看画展 等等 广廷博先生 1964年 毕业于 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 他的代表作品有 钢水汗水 战争年代等等 那么参与创作 这幅作品的呢 还有张鸿赞 李树基 两位画家 回望激动人心的 大决战 任孟章等几位画家 开始创作油画 攻克锦州 但他们画出的 第一批草图 却难以令人满意 动作都画得不对 拿枪都不对 拼磁刀的时候 怎么样使劲 那都不值得 你这画的都点假 那当然是 人家部队同志一看 你这是老外了 几位画家 都没有从军经历 为了更精准地刻画 解放军战士们 在锦州之战中的人物状态 和动作细节 画家们专程前往部队 体验生活 与战士们朝夕相处 去了 果然 体会很深 因为 也参加了 实战演习 实战设计 我们对战争 有点感觉了 两个月的部队生活 画家们 对战士们 在实战中的状态 进行了 细致入微的观察 创作了 丰富的人物塑写 对他们的战术动作 和面部神态 进行了大量描摹 最终 一个个英勇无畏的 战士形象 成为画家们笔下的 永恒经典 这幅画作 将黑土地上 英烈们 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 永远地定格在 恢弘壮阔的 画面之中 锦州战役的胜利 鼓舞了全军的战斗意志 取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 也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从1948年9月12日 到1949年1月31日 辽审 淮海 平津 三大战役 依次展开 在大决战的142天里 人民解放军 共殲灭国民党军队 154万余人 为中国革命 在全国的胜利 奠定了基础 异常战役改变历史 一座城市 铭记英雄 党的十八大以来 锦州更续红色血脉 为高质量建成 辽西中心城市 而昂扬奋斗 锦州地区生产总值 2020年达到 1072.2亿元 相比1949年的9768万元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根本变化 锦州 振兴东北的桥头堡 未来的这座城市 必将肩负使命 砥砺前行 书写新时代 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